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香港葵葵葵葵葵發生了一宗凶案, 就有一個六十幾歲的女人因為她撞破有賊入屋爆格,然後被人殺了。 消息就講道,這名疑兇案件曝光之前已經走去日本, 警方已經通報國際刑警去追輯疑兇的下落。 其實現在香港和大約十個國家有疑交逃犯協定, 但當下就有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度等等,就沒有包括日本。 而香港的大律師陸偉雄就講道,香港警方就可以向日本警方提出要求, 而且提出一個證據證明這個疑兇和命案相關請對方按照之前的法律協助協定提供一個協助。 當疑兇落網,就疑交香港不過。 如果對方拒絕配合,那都是沒辦法的,到時就要透過外交的方法去處理, 由中國政府和日本政府去磋商處理方法。 而行政會議召集人兼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就表示, 香港雖然和日本就沒有疑交逃犯協定, 但香港仍然可以和日本警方還有國際刑警有一個合作溝通, 假如這個疑兇在日本落網,就可以視乎他有沒有在日本境內犯其他罪行, 就看下日本警方有沒有控告他,到時就疑交回香港。 而且香港人在日本逗留時間有限,預期可以遣返, 到時通知香港警方何時遣返,就可以接他回香港。 而另外,有資深警務人員透露, 雖然香港和不少國家沒有一個引渡協議, 但通報國際刑警之後仍然可以在無協議之下, 用一次性方式透過註銷簽證,要求返回原居地, 不過他們國家會不會願意配合香港警察, 例如提供疑犯的出入境記錄, 國內行蹤,甚至乎是取消簽證等等, 就要看回這宗案件的嚴重性,政治氣氛和外交因素。 所以他行空之後,走路去日本應該是有計過度過才走, 但去到日本當地會不會那麼容易捉到他呢? 就算你說他的簽證有期限, 他亦都可以預期居留做黑工, 他躲得夠埋的話,基本上要找他都比較難, 而且風聲過了之後, 他是那邊都可以彈一下彈一下, 除非就是日本警方就可以出力去捉他, 如果不是要找,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當地不合作的話,你基本上又是捉不到人的, 和按照他們的說法,其實都是整個做法比較被動的, 如果沒有簽證就顯犯得到你, 在那邊做事的黑工一早被人扔走了,掃走了。 好啦,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下邊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